本橱窗为您介绍的是曾武郎 曾武郎从事木雕创作27年 2000年受邀在台北美国文化中心举办各展 又于2002年、2007年荣获木雕创作首奖 在2011年时,国际木雕竞赛中以满昧作品获得第三名 他的现代木雕创作,立体分离主义以卡笋拼接人体方式来表现人体之美 显露出曾武郎对木雕创作的多元性 他以木工笋接的表达方式,颠覆了传统木雕的观念 结合不同形状的木块,同时保留木块切削的痕迹 增加块面积里的丰富性 架构出结构后的结构之美 这种单纯的元素表现内心视觉惊艳 在错综复杂的线条中找寻我们心灵深处所共有之美 而观察曾武郎的作品,必须要用心灵去感受 方能领略出其精髓